11月16日,24时国内迎来年内第二十二轮成品油条价时间窗口,由于近期国际油价持续低迷,中国成品油价格迎来二年跌,每吨下调幅度预计在440元左右,若按加用汽车加买一箱油50升计算,车主可能将少花17元左右。 本轮下调幅度,成为国内成品油价年内最大降幅。 根据中国十个工作日一调价周期的规律,11月30日,车主或将迎来年内第二十四成品油调价窗口。 据某种资讯数据,截至国内第一个工作日,综合原油品种变化率为负4.10%,预计30日当天,国内成品油对应下调幅度为200元每吨左右。 国际油价方面,上周五每游戏或收盘基本持平,但是一周累计下跌6.12%,实现油价六周连跌。 根据预计,11月30日油价下调200元每吨,折合升级赛92号起油下降0.15元每升,若是加满50升的油箱,那么一次能省下7.5元。 可是还有一个遗憾的消息,查阅全国各地油价,发现沙溪、甘肃梁省的92号汽油价格最低,限为7.16元。 30日若是下调0.15元后,国内油价距离破期只差0.01元。 当然,油价调整未来还会有变数。 各位车主认为六十大游戏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